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忠哲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的遊戲是 我和他都是寂寞 獨檔吧 那上次呢 我們進入了第四章 也就是這個 最後只會存檔 那我們是選擇 聊天 我嘗試著找他聊天 來說說話吧 一直發呆不覺得無聊嗎 嗯 嗯 然後我突然不知道大家如何開口 嗯 不說點什麼嗎 啊 我 我在想要是蠟燭燒完了屋子裡又變得一片漆黑 你會不會害怕什麼的 我不知道 嗯 奇怪 我明明是很怕黑的 為什麼現在就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呢 人真是不可思議啊 眼前明明還能看到微弱燭光 卻還要為將來的黑暗提前感到害怕 而且 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早就不想活了吧 我感到臉上有些發燙 不過現在不是在意這種事情的時候 但是 之前那些想感謝你 在世界末日到來的時候救了我的話 現在卻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你為了讓我活下去 編造了那麼多謊言 我究竟是應該感謝你 還是該憎恨你呢 我真的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 我沒有別的意思 只是單純地想讓你活下去 然後呢 在漆黑的地下室裡 痛苦的死去嗎 不會痛苦的 很痛苦啊 從來沒有覺得活著是這麼痛苦的一件事情 只是讓生命沒有意義地延續下去 這種事情真的有意義嗎 但是 就算是這樣 你也不想死吧 每天 也都要好好的 吃著餅乾喝著水啊 只要活著 生命就一定會有意義的 不過覺得沒有意義 那就讓我來 讓它變得有意義吧 請為了我活下去 在我死之前 我絕對不會讓你死的 雖然 這麼說有些字的 但這些都是我的真心話 你在這時候真的很溫柔呢 結果我現在才意識到 真是個傻瓜 我 所以說 我不會害怕黑暗什麼的 因為在我心裡 或許比那道燭光更加明亮 就算蠟燭燒完了 只要你還在 我就不會再怕黑了 喔 謝謝 喔 聊 好 臉上突然傳來了一股柔軟的出感 這是 它閉上了雙眼會心的超微笑 蛤 是什麼 好好奇喔 之後不早了 早點休息吧 我吹滅了蠟燭 似乎根本 沒睡幾個小時就醒了 腦袋還暈得很 看了它的情況 應該和我沒什麼兩樣 睡不著嗎 怕黑的話 要不我把蠟燭點 裝了吧 只是稍微有一點點光 這樣就能安心一點 不要啊 睡覺的時候點蠟燭 太浪費了 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把你的手給我 嗯 所以說 過來一點 把手伸出來 啊 喔 我疑惑的朝他靠近了一些 然後伸出了右手 照你說的做 然後呢 什麼啊 好黑啊 看不清楚 啊 手被用力的握住了 雖然完全看不清楚現在的狀況 但是這股柔軟的觸感 的確是它的鮮鮮小手 只 只是為了安心才這麼做的 握睡了 他有些鬧脾氣的 扭過了頭 不過我的手 卻被握得更緊了 是 晚安吧 我把頭靠在床邊也困得不行 不過 從手心裡傳來的溫暖 的確讓人非常安心 噢 右隔脖則伸得直直的 手則被他當做枕頭一樣 雙手抱著 啊 雖然用這種姿勢還能睡到自然醒 我實在是太佩服自己了 不過醒來之後如果不活動活動身體 大概會殘廢的吧 總之先把手 手 收回來先 喔 居 居然主動纏上來了 什麼啊 什麼纏上來 什麼啊 我的手 手啊 嚴重攻血不足 手已經 沒有知覺了啊 沒辦法 只好派出另一隻手來增援吧 到了這種時候已經顧不上 可能會吵醒他的可能性了 嘿 就算什麼也看不見 只靠觸感也是能夠確認方位的 比如 這裡 啊 這個觸感是 隆起的正義布料以及彈心與柔軟的結合 搞 搞錯了 還是 順著胳膊探過去吧 什麼 剛剛那個羊叫聲是怎麼回事 哈 總算得叫了 我甩了甩了彷彿不是自己的右手 過了好一回兒才恢復知覺 不好意思啊 她似乎臉紅了 沒事沒事 你能睡好就行了 睡足了精神也能 飽滿許多 好 謝謝 我點上了蠟燭 新的一天又到來了 現在該做些什麼呢 哇 又到選項的時候 那繼續聊天嗎 我試著和她聊天 假設啊 我是說假設 假設你的腿沒有受傷 會選擇離開這裡嗎 然後我們一起去尋找活下去的辦法 啊 怎麼突然又說起這個了 哇 可是我現在確實受傷了 沒有那種假設的可能性吧 我 我可以抱著你走 這裡已經幾乎和世界末日沒什麼區別了 一直待在這裡的話 怎麼都得死 沒關係啦 外面也是一樣的 什麼也沒有 還不如待在這裡好一些 雖然沒有電 但這裡的食物和飲水 都是你費盡心思 從別的地方搬過來的 對了 你怎麼突然又說起這個了 我也不知道 總覺得如果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幻覺 該多好 那現在門的後面其實 什麼都沒有被摧毀 還是我們快樂生活的程式 我們會安安心心的在學校上課 快快樂樂的和朋友們一起度過平淡無期的每一天 然後參加高考升學就職 就像每一個人在人生遊戲中走過的每一個一樣 不知不覺就會往那方面去考慮了 傻瓜 別再說了 你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吧 外面不是早已經成為了廢墟嗎 我們一出去 就會立刻死掉的 這種事情 你不是最清楚不過了嗎 為什麼現在還突然說這種話 對 對不起 剛才說的這些 全失誤的話你覺得才對 就當我什麼都沒有說過吧 別放在心上 阿托 嗯 已經 沒事了 剛才我也是太激動了 沒關係 你說的是事實 我不好意思的 老了老頭 之後 又和他隨便聊了一些事情 關係稍微緩和了一點 不知不覺 雙方都忘了時間 吹滅了蠟燭 那個我想跟你說阿 嗯就是說 我還是想出去稍微看看情況 好 就 就一小回了 順便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的 很快就能回來的 很擔心你現在一個人會不會害怕什麼的 我就不太敢出門 你怎麼不說話 嗯 在外面你一定要平安阿 我不要緊的 你這樣一說我反而更擔心了 那 你保證 一定在我睡著前回來 沒問題 我不在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阿 嗯 得到許可之後我離開了地下室 去踏上了尋找的道路 哇 開始尋找 通向避難所的道路吧 根據電腦裡相關資料的說法避難所建立在地下深處的某個地方 可無線圖只能記 個 大概 來 就算要我平印象充 是硬化一幅圖 估計也很難 不過 不是為何我一路上 一直有一種 一定是往這邊走的感覺 明明是第一次 可身體彷彿已經擠住了通往正學道路的路線四德 可以毫不猶豫的再 差到做出選擇 此時此刻 如果強硬的抗拒這股強烈的直覺 肯定會遭到報應的吧 只能硬著頭比上了 不知過了多久 來到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陌生是因為自己走了那麼多的路 肯定到了一個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熟悉則是因為眼前的一切似乎那麼刺沉相識 我記得這裡和那個地方一模一樣 在那裡 封條的後面 通向了當時我帶著它從外面逃進來的路口 那麼這裡封條的後面莫非就是 避難所 直覺告訴我這絕對不可能 如果地下室的構造都是一樣的話 封條大門的後面一定是通往上方的接體 避難所既然在地下深處 那一定要找到通往下方的道路才行 所以旁邊這扇地下室的大門 很有可能才是正確的道路 把手放在門把上用力一擰 門打開了 四肢似乎微微有些站抖 激動的心情此刻無以言表 門的後方似乎在微微地散發著希望的光芒 總之先進去學人 曉得如果真的能得救 我一定要第一個時間 趕回去帶她過來 我輕輕地打開了大門 大不賣了進去 然後 嗯 什麼 嗯 這裡是 我似乎在地下室外面的走廊昏倒了 睡了大概有一陣子了吧 我記得 我在找去避難所的路 然後 記不太清了 哎 啊不好 答應過她要按時回去的 在這裡耽誤太多時間了 趕緊先回去吧 天啊 我回來了 歡迎回來 不好意思啊回來晚了 而且什麼東西都沒帶回來 沒關係的 你能平安回來就好 嗯 不在的時候你沒點蠟燭嗎 這根蠟燭還是這麼長啊 你看錯了啦 這是根新蠟燭 我剛點著的 累了吧 要不早點休息 哦哦 哦 或許我真的是累了吧 總覺得眼前景象突然變模糊了 好好設計完吧 欸 太奇怪了吧 好 那今天的實況就在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點個訂閱 及鈴鐺 也可以點個喜歡 並不喜歡 如果是有任何的見解 請在下方留言 感謝我收看明珠 你有美好的見 我是莊澤 我們下回見 魔術 感谢观看